嗨 大家好 我是智燕 今天起了個大早 我們要去參加南宜島的日遊 這是一整天的行程 除了南宜島之外 還會去小八國村等等的景點 這是我們唯一一個 在那時候的郊外行程 很期待今天的行程 那現在我們要去集合等等見 這邊已經上車了 我們剛剛剛剛說 我們今天坐著是拿來的行程 感覺今天好像是一個蠻多的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好幾台車 反正就是找到自己的導遊 頂道底上車 然後等一下就要準備出來了 各位 我們到第一個點了 我們要來騎江村鐵道自行車 它以前差點就是被廢除 然後後來留下來改建成光光的地方 才會有這個地方產生 進到裡面擋著藥 好可愛喔 對啊 好可愛喔 參加一日遊 就是導遊會幫我們處理好 還會去買票 然後好像 呃 全長幾公里 我忘記了 但是他說大概要騎30分鐘 但都是下坡 所以不會到很累這樣 進到這裡面啊 它是一個很大的廣場 然後這邊 這邊畫面是塑膠樹 那你參加一日遊的導遊 就會幫你處理好 然後它旁邊還有便利店啊 然後還有賣咖啡的 還有書店 那旁邊可能還有產品之類的吧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準備要出發了 我發現他們有兩人座跟四人座 但是我們就是同意 它們是四人座 所以你如果四個人來的話 就會跟別人平車 如果你是自己來玩的話 你如果不是兩個人 可以去買兩人座的票就好了 我們要出發囉 出發囉 出發囉 哇 好像不用踩 哇 好涼喔 好快喔 好可怕喔 看這個頭髮就知道 這個速度很快耶 努力踩 努力工作 超美的 你看 這個好好玩喔 喔好冷好冷好冷 好冷喔 喔 進來囉 太夢幻了吧 哇 我後面沒車耶 我後面可以慢慢拿 不行太快了 他們很會耶 很會耶 真的很會 我們來享受這個地景 真的很漂亮耶 騎完了 好好玩喔 很好玩喔 很有趣耶 因為它沿途的那個景色都非常的美 然後它還有一些隧道裡面 都有很多巧思 跟設計 對對對 還有那個 的那種 好 等一下要去吃飯 哪有所有那個 好吃的 春川烤雞 插播時間 來宣傳一下最近自己剛創的 臉書社團 叫做韓國旅遊購物&讚利品分享 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討論韓國旅遊購物的一些 相關的資訊跟一些交流 像是哪裡好買 哪裡好逛 或者是有什麼韓國好物 或是雷品的分享 或是大家到韓國旅遊回來之後 想要分享自己的讚利品 都非常的歡迎 有問題呢 也可以在裡面提出大家 一起來做討論 社團才剛創立的 還沒有很多 歡迎大家踴躍加入 一起活絡這個社團 我會把社團連結 放在影片資訊欄裡面 期待大家的加入 我們在社團見囉 我們要坐團去南一島 我們要坐團去南一島 那島友建議我們從進來的右邊那一條路開始走 因為比較安靜 然後比較愜意 如果是進門直走 就是他主要最熱鬧的那一條 那一條其實路上會有很多東西 但是就是我們可以 就是從右邊這樣繞一圈回去 這是他建議的走法 大家來也不妨參考看看 哇!好美喔!好媽啊! 大家剛剛有聽到那個很大聲的聲音嗎? 發情中所以會這樣叫 這個就是麗王,好像是南伊島蠻有名的一個點之一 麗王在這邊,然後走過來就會看到這個 超多人會在這一條拍照,就是超美的 因為冬季戀哥爾紅的南伊島 還特地有一個區域是給大家拍照用的 大家不要覺得南伊島只有自然景觀喔 雖然它自然景觀就很美了,還有一些小動物 可是它其實規劃的還蠻完善的 像是它這邊其實還有很多餐廳啊,紀念品店啊,咖啡廳等等 就是如果你時間夠多的話,其實是可以蠻愜意的 蠻在這邊玩的,蠻喜歡這裡的耶,這裡很舒服 未來就是如果真的有機會自駕玩韓國的話 這邊是蠻值得再來的地方 我們要離開南伊島囉,我們要請往下一個地點 就是小法國村 我們來到了小法國村跟小義大利 然後它兩個其實是連在一起的 往上就是小義大利,往下就是小法國村 然後島嶼就建議我們先往上走 到時候再往下走,比較不會走累,不想往上這樣 感覺這兩個地方都是超級好拍套的地方 小義大利一進來就會看到的巨大皮諾圈 大家都一定會在這邊拍照 好看的地方,它有一些小表演,還有一些展出 所以其實這裡還蠻多元的 我覺得還以為小小的,結果也蠻不小的 大家看這邊上去還有耶 裡面好可愛 很多拍照的點 我們今天進到小法國村 也是可可愛愛的地方 很多繽紛的小法 小王子 感受起來啊 小法國村好像比小義大利更好拍照一點 而且好像也是更繽紛一點 更可愛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大家時間有限 就可以多預留一點時間在小法國村 我覺得是更好的選擇 小義大利很尊重大普村 他都不是只是拍照 他會有一些展出 他會有一些展出 或者是餐廳什麼的 反正就是不只拍照啦 如果你喜歡小王子 或者是皮諾丘的故事 都很值得來這邊逛逛 今天的南伊岛一日游 就是差不多到這邊 等下要回收市區了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按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See ya~~